《路透社》星期四報道說香港民主活動人士正在討論建議一個非官方的流亡議會以向中國傳遞自由是不能被摧毀的信息 鄭文杰是一名香港公民 他在倫敦對《路透社》記者表示 流亡議會可以向北京以及香港當局發出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 即是民主不必受制於北京 他們希望成立非官方的民間團體必定能反映香港人的意見 鄭文杰曾經在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工作大約兩年 去年被中國國安拘留15天 他後來獲得英國的庇護 聖稱自己是支持民主的活動家 香港是英國的前殖民地 在1997年回歸中國 而在這星期北京通過為壓制意見而出台的《港版國安法》 嚴重威脅香港的自由和民主 鄭文杰表示 雖然這個構想仍然處於初期的階段 但這個流亡議會 將會支持香港人民以及香港的民主運動 他拒絕透露議會的召開地點 鄭文杰表示 他們正在發展另一種爭取民主的方式 他們是需要更聰明地應對不斷擴張的極權主義 中國正在展示更強大的壓制力量 因此他們需要更微妙更靈活 當被問及到英國的匯豐銀行表示支持《港版國安法》時 鄭文杰說 英國政府應與英國的資本家談一談 令他們明白民主的重要性 鄭文杰表示 在英國為數百萬香港居民提供獲得英國公民身份的途徑後 成千上萬的人將會來到英國 鄭文杰表示 英國已發出非常好的信號至少成千上萬的人 近300萬香港居民有資格申請所謂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在星期三曾經透露 持有BNO護照的香港人將獲准在英國居留5年 12個月後可申請入席 英國倫民有資格申請 感谢观看